我們再次至上我們最誠摯的歉意 我們會更加努力讓園區更趨完善 那3月27日沸沸不幸在追捕過程中 被獵槍擊中後 送往六湖村野生動物救傷中心全力搶救 但人不幸宣告不治 受醫在協助救治的過程中 發現結紮的傷口特徵與園區的沸沸特徵吻合 故立即回報園區的主管啟動調查機制 那期間因為受醫協助警方的偵辦無法及時的聯繫 那昨晚我們釐清後判斷脫逃的沸沸 因為本園區所有公司立即啟動機核機制 即刻關閉動物園區 徹查所有的動物數量及防護設施 並針對園區相關的單位及主管進行徹查及懲處 以確實掌握動物的數量 並與相關單位研理更有效的方式來防止動物脫逃 也懇請社會大眾給予同仁一點空間 保育類的動物照顧非常不易 人才培養困難 同仁都是真心喜愛動物 對於本結果也非常的自責難過不已 再次謝謝大家的指教 我們再次智商我們最誠摯的歉意 我們會更加努力讓園區更趨完善